接近年底不少民眾或者是家庭主婦也要開始忙著歲末大掃除 不過對於有些獨居或者是行動不方便的老人來說 要整理家中的環境真的是相當麻煩 因此台電和一場無聊而讓長者能夠輕鬆過年 今天下午帶領著電廠裡面將近有20多位的志工 來幫助石門區內行動不方便的銀髮族進行年中大掃除 那我希望這個服務方面我們能夠再擴大 讓同仁更參與 這是我們的一個公司一項 非常重視台電公司很重視這部分 那和一場更重視這個 因為這在石門區是我們鄉親 我們和一場在這邊是一個要做一個好鄰居 而且大家都是非常好的鄰居 我們一起來做這件事情有意義的事情 那另外我們也送一下那個簡單的冬天用的器具 讓他們能夠使用能夠溫暖整個大家的一個過年的新的氣象 在和一場長的帶領之下 不僅是親自挽起袖子幫長輩插窗戶 一旁的志工也都齊心協力 方位在石門白沙灣的獨居老先生整理家中的環境 里長表示這一位已經高齡80多歲的老先生 對於台電的幫助直說相當感恩 我們非常感謝那個和一場 派這麼多人來我們這裡獨居老人 居家環境打掃 還要送那個電磁爐 非常感謝我們和一場 那去年戶數做了我們大概五六戶的情況下 反應很好 那我們同仁也非常高興來參加這種這一類的活動 那今年來的人也特別多我們同仁參與 而且有很多是年輕新世代的 那今年我們因為這活動非常有意義 所以我們也增加了大概今天增加了二十五戶 和一場長表示在去年實施這項幫助獨居長者打掃的活動 受到不少好評 因此今年特別增加到二十五戶的獨居長者來進行大掃除 希望在新的一年除了可以做好敦青木林之外 也能夠真正的幫助到長者 讓他們過一個溫暖的新年 記得喜歡藝術們採訪不到 賞